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r.2022赛季,中超联赛第11轮广州城,vs武汉三镇的比赛,今晚,在越秀沙体育场进行。最终,广州城,在主场0比3,不敌武汉三镇。吴俊杰职业生涯第一场,获得首发机会,队长唐鸟,时隔一年后复出,他的归来,为球队,注入了强心计。 上半场,单外援出战的广州城,与同是单外援首发的对手,打得起鼓相当,球队在右路,获得了很多机会。广州城,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,获得绝加机会,可惜伊藤的投球,偏出球门。 下半场,武汉三镇,陆续换上了多名外援,并很快奏效。戴雷芬抓住机会推射,大破僵局,三镇,1比0领先。之后,在第74,和第88分钟,谢鹏飞,和埃德米尔森,为三镇,再进两球。 最终,就十分重战吧,广州城名比三,不敌武汉三镇。唐鸟迎来付出十和两个多赛季,中超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主客场。 尽管广州城上赛季,曾在广州赛区作战,但今天,仍是值得纪念的一天。赛前的岳秀山体育场,有不少球迷,早早来到球场外,为球队加油打气。感谢。期待早日与你们赛场相见。感恩。 出场阵容,此业广州城,在首发阵容,派出40U23球员,成岳磊,任主力门将,江基红,担任场上队长。 唐鸟进入替补席,在第二阶段补报名的名单,也进入替补名单,这是他时隔六年,再度重返广州城一线。 。